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五间总结的时间 昨日内地放水 美国又不急于收水 两方面的言论 令港股昨日大升超过500点之后 今日出现回吐 港股今早高开85点 之后跟随A股的走势倒跌 曾经一度跌超过130点 恒指中午跌84点收市 报21,354点 焦点办法方面 虽然早前多条铁路以及高铁线 怀疑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停建或缓建 拖累基建铁路股大跌 但受惠总理李克强日前的言论 加上今早有消息指出 铁路基建今年将完成5200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铁路基建股做好 蓝车、蓝车时代、铁建、中交建 分别升5.1%至10% 中资金融股昨日反弹 以至内银淡仓即惨租协仓 市场人士指出不排除部分内银淡仓会被迫拆仓 进一步增加内银买货需求 但四大行今早的走势就向下了 中行、工行、建行分别跌0.4%至0.6% 农行没有升跌 焦点股份方面 蟹黄百丽第二季鞋类业务同店销售升0.5% 运动服饰业务也增加2.5% 股价今日做好升4.3% 沙沙首季仍然硬按年增长20.1% 港澳地区同店销售就增长17% 股价早市升1.6% 达芳尼公布 集团的核心品牌业务 同店销售在今年第二季度 錄得13.7%的按年跌幅 达芳尼今早开市之后 股价立即急错超过6% 低建5.4%破底 中午收报5元 新华保险方面 租数离世估货套现22亿元 股价早市跌4.8% 接着一切来跟进成家互约股份表现 中移动跌0.7% 中午收报81.3毫半 XOS A50中国跌0.3% 收报9.4毫7 收市之后 我们会有3分钟视频 各位观众请留意 再见